近几年,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快,综合实力也越来越强,加上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,不少外国人被吸引到中国,在中国旅游,留学,工作甚至是定居生活,就连日本人也不例外。 说起日本,与我国的关系还是颇深的,历史渊源尤为深厚,其实早在古唐,日本人就特别喜欢到中国,那时候初始唐朝的日本使者非常多,之后学习了中国的很多先进的文化和技术,发展并传承至今。 而现在,日本企图转移人口,看中我们两座城市,第一座城市就是上海,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,吸引了不少外国商人投资,在上海有很多的外企,其中日企最多,上海近几年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,生育越来越往,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。 我们知道上海除了经济临袍以外,在时尚界也颇有造诣,被誉为我国的时尚之都,摩东。 而日本很多设计师道中,国交流都是去往上海,而上海的文化和生活节,奏也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,所以不少日本人都到上海发展事业,并居生活了下来。 除了上海,苏州也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。苏州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,但好在显示,苏州的日期数量也是非常多的。 加上日本某些地区对待,生活的态度就是比较慵懒,所以苏州的生活正好符合他们的性冷淡风味。 这也是为什么苏州受到欢迎日本人欢迎的原因之一,而日本人大量迁徙,到中国定居主要的原因是有相关专家指出,日本在多年之后会逐渐沉默。 日本是一个岛国,而先如今的全球气候变暖,海平面上升,而岛国要面临的一个岩。 据问题就是国土面积在不断缩小,在若干年后甚至消亡。 对此,不少网友表示,日本民众是无辜的,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,日期也有这么多,我们要包容一点。 但也有一些网友则表示,历史屈辱不能忘,日本人不欢迎。 那么对此,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,喜欢点点关注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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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